香港娱乐圈的跌宕起伏 几乎也是帮派江湖的沉浮史 在港影最辉煌的二三十年里 各大电影公司背后都有帮派势力 出道四十年 任达华还是那个任达华 大佬却不是当年的大佬 论量仔 南迪周润发刘德华 演变态 不及黄秋生吴振宇 玩深沉 比不过梁家辉和梁朝伟 可为何拍了那么多烂片的华哥 却是香港口碑最好的动作片演员呢 当年步伐有叶玉清 李立真 舒淇 关之灵 邱淑珍 温碧霞等名栋相将的性感女神 都曾与她翻云覆雨 在荧幕前 献上一帮圈里的男星 任达华的背景 民间很多传说 香港电影圈 只有两个人黑社会不敢惹 一个是成龙 一个是任达华 任达华势力远超向滑墙 是圈中唯一敢打向左的人 更传言任达华当初从东北黑帮手里 救下刘德华 在银河印象踩过界事件里 救了杜琪峰 让人不惊疑惑任达华到底有什么背景 是否和他曾认香港警戒二把手的哥哥有关 任达华出身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 父亲是一名警察 父亲就是偷渡来香港的山东人 任达华的母亲不识字 一家人的生计全在父亲肩上 然而他的父亲在一次公差中 一名水警突然精神失常 开枪向同事扫射 造成两名警员牺牲 这则新闻登上了报纸头条 其中一人便是任达华的父亲 父亲去世后 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拮据 母亲独自担起了家庭重任 开始没日没夜工作 家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欢笑 这种生活直到任达华16岁才有了改善 这时的他已经长到了180的个子 是个浓眉大眼的精神小伙 他看到一家广告公司正在招募模特便去试试 结果面试的时候 他只喝了三瓶水就被录用了 随后便不断接到广告拍摄的工作 当时任达华拍一条广告 便能拿到200元 不仅可以支付他全部的学费 还能补贴家用 在任达华成为模特后 家里的生活也逐渐变好了 而且他还被无限的高层相中 邀请他到无限议员培训班系统 学习表演 任达华开始进入培训班 为转型演员做准备 而他的哥哥也立志成为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警察 早年的无限议员培训班 就是巨星的摇篮 为影视圈输送了无数影帝影后 任达华那年的同学 还有周润发 吴梦达 原本任达华的长相 在一众同学中非常出众 毕业后自然成为了男主的不二人选 但走红是个玄学 任达华最初的几部电影 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公司也逐渐放弃了对他的信任 他从主角开始慢慢沦为配角 七八十年代 是香港影视业最鼎盛的时候 优秀的演员和作品 层出不穷 当红演员是票房的有力保障 占据了所有资源 像周润发 郑玉玲 以及后来的刘德华 所有的档期都排满 郑玉玲就曾经一天连跑九个剧组 有了郑九组的外号 但不知名的演员 则面临着窘迫的生存危机 为了走红 很多人不惜拍摄风月片 当初邱书珍签约无限之后 本想走清纯路线 但那时张曼玉 刘嘉玲等女演员众多 她实在没有出头之日 才被王金拉去拍大尺度电影 任达华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 为了收入 不得不硬着头皮 去拍摄风月片 但任达华的口碑非常好 从来不会利用工作之便 开由女演员 风月电影的确满足了 任达华的生活需求 但对于她的事业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影视圈 也是不受认可的演员 偏偏这时 她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有一次任达华 无意间在杂志上 翻到了模特琪琪的照片 对这个大眼睛 大长腿的女孩印象深刻 没想到不久后 她出国工作时 巧遇了琪琪 随后 她便开始了猛烈的追求 琪琪出生在上海 从小随家人移民 奥地利 是一个家境优渥 形象突出的富家女 身边自然不缺追求者 然而琪琪最终 却选择了家境寒酸 事业也没有起色的任达华 当媒体问琪琪 你怎么看男朋友拍摄风月片 琪琪回答说 她的工作 我不太在意 当任达华想要将自己的付卡 给琪琪 让她去花钱时 琪琪拒绝说 我也有钱 不用花你的钱 在两人恋爱期间 琪琪没有给任达华任何压力 反倒是她自己努力拍片 想要多赚一点钱 最疯狂的时候 她曾经一年拍摄了十几部影片 随着90年代 香港黑帮题材的电影兴起 任达华由风月片 转型为江湖片 荷尔蒙十足的她 经常在电影中饰演反派 尤其是一些帮派大佬的角色 经常找到她 曾经蛊惑仔中的陈浩南的原型 陈耀星去世后 她的好友筹拍了一部 《醉生梦死之弯仔之虎》 专门找来任达华 还原陈耀星 从小混混到大佬的经历 而有着澳门教父之声的崩崖居 筹拍电影《豪江风云》 也专门找到任达华扮演自己 重现自己帮派血拼中的威武形象 任达华当时的硬汉形象 得到一致认可 而且气质中还带有强势的压迫感 几乎成为大佬专业户 八九十年代 也是香港影视圈最混乱的时代 很多帮派电影之所以精彩 都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现实中的江湖同样血腥 暴力 不少演员都惨遭压迫 但任达华却有一个强大的后台 她的哥哥任达容 进入警队后平步清云 在九十年代初 已经晋升为总警司 黑道不得不忌惮三分 早年但凡在香港吃得开的帮派 都有白道关系 对于警队的高级官员 更要给几分面子 九十年代末 临近香港回归 帮派势力开始被肃清 帮派大佬纷纷洗白 更是没有了以前的猖狂 警察的社会影响力更加重要 有了哥哥这层关系 任达华在娱乐圈自然顺利许多 据说曾经有一次 刘德华在东北演出的时候 遭到当地富商的刁难 以不满意为由 拒绝结算演出费 双方发生冲突后 直接将刘德华关了起来 刘德华赶紧打电话 给向华强求助 向家虽然在香港黑白两个通吃 但在内地却没有什么影响力 对于东北势力 更是爱莫能助 后来 刘德华打电话求助任达华 才帮忙解了围 所以在香港娱乐圈 任达华一直是低调 但很有地位的存在 1997年 任达华与相恋多年的女友 琪琪结婚 同时她开始跟著名导演杜琪峰合作 她的事业终于开始有了转机 有了展示演技的机会 2003年 任达华在电影PTU中 是演一位警察 依然是黑帮为背景 却是一部情节 很有巧思的剧情片 在扮演警察时 任达华突然想起了 父亲的教育 意识到父亲是一位 非常热爱自己工作的警察 小时候任达华 因为晚饭迟到了10分钟 回家后 父亲用藤条打了他10分钟 把他打得跪在地上求饶 随后 父亲便穿着警服去上班了 长大后任达华才意识到 因为父亲是警察 不可以迟到 所以教育儿子 必须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 而在他拍戏后 也非常守时 从不迟到 任达华记得 父亲非常重视自己的皮鞋 除尘 抹油 吹干 每个细节都很认真 小时候任达华 也曾经帮爸爸擦皮鞋 虽然在那个时代 警员并不受重视 但对于父亲来说 却是一份非常骄傲的工作 那双精心达理的皮鞋 就是父亲荣耀的象征 所以在影片中 任达华特意增加了这个细节 从而让这个角色更加真实 并有弹入感 最终 任达华凭借这部影片 获得了金字金奖 最佳男主角 这也是他第一次 获得主流奖项的肯定 从此开始 任达华的演艺事业 才算走上了正轨 在随后的几年里 任达华几乎每年 都会有入围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并且终于在2010年 成功拿到了金像奖影帝 这期间 任达华挑战了 各种类型的角色 演过赌徒 商人 杀人犯 在《岁月神偷》中 他和吴君如饰演一对夫妻 演绎了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 在岁月中的变迁 任达华饰演的父亲 真实又普通 完全看不到 他曾经身上的霸气 正是这部电影 让他成为了金像影帝 同时 任达华还和内地演员 及导演合作 出演的《天水为》的《夜雨雾》 《守望者》 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这时的任达华 已经完全转型 成为一个实力派演员 同时他还靠着理财 成为了隐形富豪 经历过穷日子的任达华 很早就有了风险意识 尤其在早期拍片时 娱乐圈龙蛇混杂 有时候他刚拍完电影 投资方便跑路了 根本拿不到片酬 所以他一早就养成了 理财的好习惯 任达华擅长投资房产 香港经济危机时 房价随之大跌 他趁势入手几套房产 没过几年 房价再次涨回高峰 任达华的投资不仅限于香港 他在英国 美国 新加坡 以及内地都有房产投资 都是很早的时候 趁着房价低谷大量入手的 当时任达华拿到片约首付款后 便去买房 拍完电影收到全款后 再补齐房款 就这样将自己变成了 演员中的房产大佬 而琪琪 经常到欧洲购物 任达华还特意购置了几套房产 给老婆放战利品 琪琪父母经商 受家人影响 他同样很有投资头脑 而他擅长的 则是股票投资 夫妻二人光是理财收入 便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任达华的生活 一直都很简单 对于自己最大的奖励 便是购买豪车 他拥有的两辆劳斯莱斯幻影 都是有钱都买不到的豪车 原本打算出售给欧洲皇室 基金辗转 才到了任达华手上 这两辆车的内饰 全部是手工制作 已经属于收藏级别 同样由于这两辆车过于贵重 没有保险公司 敢承接保单 而琪琪 则是出了名的喜欢购物 而且品味超前 他不仅是超模 同时 他还拥有自己的时尚品牌 任达华和琪琪结婚多年十分恩爱 从未传出绯闻 2004年 两人的女儿任情家出生 女儿继承了父母外貌的优点 拥有父亲的大眼睛 同时拥有母亲高挑的身材 被称为最美心二代 原本任达华并不愿意 女儿进入娱乐圈 但任情家的美貌和身材藏 都藏不住 13岁时便有杂志邀请她拍摄封面 从而作为模特正式出道 在女儿15岁的时候 她的身高 就已经拥有了180的身高 她在网络上晒出的蚂蚁腰 还曾引发热议 因为过于优越 被网友质疑批图 任达华对于女儿非常宠爱 她经常以山东大汉自居 在女儿小时候 也带着她专门到天安门参观 任达华近几年 经常在内地工作 她是第一个获得精英奖 最佳男演员的香港演员 任达华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被一名突然冲上台的男子刺伤 当即流血布置 并被送往医院治疗 这件事引发了广泛关注 但当任达华得知 肇事者是精神失常人员时 她主动选择原谅 并没有起诉对方 任达华的高峰谅节 赢得了一众网友的点赞 从低谷中打拼20多年 终于获得认可 万众瞩目时 也能宽容于体谅 这样的演员才值得敬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